谁来救救这个女孩 刚和奶油开完会 又被几个小混混拉着强行下班 奶油想阻止 却被混混突出房间 很快 房间里传来女孩绝望的哭喊 幸好医院的儿子恰好路过 听见动静 这次将女孩从混混手里救下 夏娃急忙逃出房间 准备去找自己的男友 却不知奶油早已经死在混混胡子的刀下 半路上 夏娃被胡子打个正招 胡子一把将她扑倒在沙发上 这一切都被窗外一个老头 默默看在眼底 胡子出来后 又将夏娃扛进了医院的卧室 医院看着这个被放在自己床上的美丽少女 眼里露出贪婪的神色 原来这一切 都是因为医院看中了夏娃的美貌 而胡子为了自己的前途 这次心甘情愿做一切 胡子守在外面 时不时地偷看两眼 连约的儿子小帅靠近也没有察觉 小帅正要闯入 就在这时 医院一关整急地走了出来 下面 胡子又将小帅推进了房间 随即讲的反锁 小帅这才注意到 躺在床上的夏娃 处于善良 她用自己的外套盖住了夏娃的身体 可渐渐地 看着夏娃的小帅 还是勾出了内心深处的欲望 她的手开始不受控制 而之前出现的神秘老头 依旧只是在外面冷眼旁观 就这样 又是一夜过去 第二天 当夏娃醒来 颤颤巍巍地走出房间 她到处寻找呼唤男友的名字 最终 在处围栏边 发现了男友的鞋子 以及甲板上一滩鲜红的血迹 夏娃这才明白 男友已经惨遭杀害 想起自己的遭遇 夏娃只想翻越围栏 一死了之 就在这时 之前的神秘老头却突然出现 一把劲夏娃抱了回来 在老头的帮助下 夏娃很快沉沉睡去 与此同时 整座军舰上的所有人 都在同一时间陷入了昏睡 此时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这座轮船已经被施下了诅咒 只见军舰脱离地心引力的束缚 缓缓伸向万里高空 第二天夏娃醒来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触手可及的白云 如同置身梦境 其余的旅客 也很快发现了一场 他们穿到甲板上 附身望下去 是万丈深渊 虽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恐慌急剧蔓延 而人心底的邪恶 也将在生死存亡之际 被无限放大 小精力正在甲板上约会 可突然一句小混混 直接冲到他们面前 二话不说 再男人摁在地上一顿暴打 女人更是凄惨 直接被他们拖进了 隔壁的小房间 那又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他急忙冲过去 疯狂拍在这房门 可房门早已经被锁死 几个小时后 这群禽兽才心满意足地 从房间里出来 男人急忙冲进去 将女友抱在怀里 听着女友绝望的哭声 男人却只能不断抱歉 神性的罪恶 在这艘与世隔绝的军舰上 展现的淋漓尽致 船长第一时间安抚了众人 但夏娃 却敏锐地注意到那个 站在撩完塔上的老头很不一般 于是夏娃私下 找到了老头的房间 在里面 不仅有刚孵化出来的小鸡 还有长在瓶子里的蔬菜 似乎早已经料到了 今天这个局面 特意提前准备好了物资 这更让夏娃决定 老头身上一定藏着秘密 与此同时 游客们已经开始了暴动 因为船在天上 自然就断了补给 游客们也不傻 纷纷冲到仓库 想想粮食 这时一员站出来主持大局 旅客却并不相信他 船长希望将粮食 这么壮的物资 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时间 军舰上赫然划分出 三股不同的势力 可不想 一员有混混撑腰 当胡子掏出手枪的瞬间 旅客就是有再多怨言 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一员再出面 轻松掌握了整个局面 由于粮食紧缺 一个旅客 一天只能分到一个饭团 然而当旅客冲进贵冰箱 才发现 混混们吃的 却是精美牛排 此时一员已经彻底撕破了伪装 在这漂浮在天空的军舰之上 只要他的手里还有枪 就是输一不二的王 他要求任何人服从他的命令 但凡敢反抗的人 都要掂量掂量胡子手里的枪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十天 有的有个被饿得实在没办法 只好选择去偷粮食 而被发现 就是一顿泡走 医院知道 然而一旦饥饿到了某种程度 就会汗不胃死地发动攻击 同时船长也一定在按做准备 胡子为了表明忠心 更是将手枪献给了医院 得到手枪后 医院内心的欲望更加膨胀 为了体验掌握他人生死的快感 这天 医院将一个吃剩的鸡腿 丢在甲板上 看那些被恶疯的人哄巧 在如此挥霍食物的情况下 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 医院竟然将一天一个饭团 修改为三天一个饭团 旅客实在扛不住鸡 又组织了第二次暴动 而这一次 医院直接掏出手枪 当一人倒在地上变成尸体时 众人这才辱梦初醒 纷纷将手里的粮食放下 退了出去 而尸体却被老头给带了回去 已经中断配食 根本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船长无奈之下 拿着两个手榴弹冲了进来 打算和医院同归于尽 可不想医院也并非闹肿 趁手榴弹还未爆炸 赶紧拾起丢进了保险盒 这才都过一件 外面的船长还有一大公告成 看门检查时 却被医院用枪抵住脑门 剩下的手榴弹也被医院全部插火 看着这箱手榴弹 医院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军舰上的人还是太多了 想让粮食多成几天 就必须少几张吃饭的嘴 于是医院将旅客引到粮仓 等他们冲进去后 发现食物早已经被搬空 他们寄出中的打算 去找医院讨个说法 却不想这只门已经被锁死 下面一个手榴被丢了进来 就算没有被手榴炸死 而手之力府的混混 在收割他们的器皿 这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不想做一代别的船长 但是一箱汽油冲到了新的粮仓 打算带着这些粮食 和医院同归于尽 赶来的医院一枪将转转射杀 却还是没来得及组织火焰烧毁食物 此时军舰上血流成河 随处可见倒下的尸体 浓烈的血雾 似乎将天空也染成了红色 老头却毫不在意 小心翼地从尸体中不断穿行 他手持一把菜刀 正是为自己陪为的植物 想来寻找新的养料 夏娃看着这一切已经彻底崩溃 到最后 老头还向菜刀交给了夏娃 拿到甲板上 给他们死去的人嘴里 挨个放下一枚种子 再喂上一勺土 他要求夏娃学着帮忙 而另一边 医院知道在食物全被烧毁的情况下 为了火下去 转身很快就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第一个按捺不住的就是胡子 他冲到夏娃身边 打算最后放松一把后 就把夏娃当成食物给吃掉 结果被小帅阻止 此时的胡子再也不用委屈求全了 好在医院及时赶来 一枪击中胡子 将小帅救下 只可惜这一枪并没有击中要害 反而因为打光了子弹 被胡子找准机会 抢回了手枪 胡子重新上弹 一枪结果了一员 小帅子是趁机拉着夏娃逃了出去 胡子并不着急去追 而是先满足了自己的食欲 到了晚上 吃饱喝足的胡子 这才不仅不慢的 将夏娃逼到死角 夏娃去假撑 自己肚子里坏了胡子的孩子 胡子这才放下戒心 一把将夏娃抱进怀里 可这时 小帅走了过来 三人僵扯的时候 夏娃一把抢过胡子要尖的手枪 最终将胡子射杀 至此 整座军舰 只剩下了老人夏娃和小帅 几天后 小帅在欲望的驱使下 便将魔爪伸向了夏娃 夏娃拼死反抗 却无济于事 又几天过后 两人实在讹得不行 最终还是决定 靠人肉活下去 而小帅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自己的父亲 不得不说真是大小子 可不像肉已经腐烂 于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夏娃只好去祈求老头 能够割下他的肉作为食物 老头没有拒绝 拿过桌上的刀 很快将一块生肉递了出来 可很快 老头的肉就被吃光了 可是小帅又盯上了老头养的鸡 夏娃拼死阻止 因为她知道 这是老头留给她和她的孩子的 为此 夏娃只好杀死了小帅 并用她的肉又度过了一段时间 终于 小鸡长大 孵化出了新的鸡蛋 夏娃肚子里的孩子 也平安落地 十七年后 这艘军舰 已经变成了一座物资丰富的小岛 孩子也已经长大 可唯独夏娃没有丝毫变化 孩子看向夏娃的眼神 却充满了欲望 夏娃起身向丛林深处逃去 而人类的命运 也将在这座岛上重新开始 老头欲语着自然 在丧心病狂的争夺和斗争中 老人始终置身室外 这是默默地收集土壤 种植绿色食物 最后 当她自己身上的肉都被吃完后 则在甲板上留下了一个神秘的标记 这欲试着无尽的轮回 而最后男孩紧紧追逐女人时 这说明又一轮的宿命开始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